之前的视频我讲过 对于方程X方加BX加C等于0而言 它的根就是2A分之负B加根号B方-CC 或者2A分之负B-根号B方-CC 如果我把这俩根加起来 结果是多少呢 合并一下 加根号B方-CC和-根号B方-CC相互抵消 两个负B合在一起 再约一下分就变成了负A分之B 也就是说两个根的合是负A分之B 如果我把这俩根乘一下 结果又是多少呢 划减一下 分母乘在一块变成C方 分子是负B加根号B方-CC 乘负B-根号B方-CC 利用平方差公式 就是负B方-根号B方-CC的平方 也就是B方-B方-CC 取括号 把B方消掉 分子就变成了CC 把分母拆成4A乘A 然后上下约分 就变成了A分之C 划减完毕 两个根的乘积就是A分之C 也就是说 要想知道两个根的合或积 根本没必要把每个根都求出来 只要知道方程的各个系数就行了 比如这个方程 X方-3X-4等于0 有俩实数根 你能快速告诉我 这俩根的合是多少 G又是多少吗 两个根的合是负A分之B A是2 B是负3 带进去就是负2分之负3 即2分之3 两个根的G是A分之C A是2 C是负4 带进去就是2分之负4 即负2 所以这俩根的合是2分之3 G是负2 搞定 知道了方程的系数 你能直接求出两个根的合与G 反过来 如果知道了两个根的合与G 能不能求出系数呢 来看这道题 以致方程X方加MX加N等于0的两根 分别是负3负4 问M是几 N是几 两个根是负3和负4 那两根的合就是负3加负4 得负7 两根的G就是负3乘负4 得12 而两根的合是负A分之B A是1 B是M 带进去就是负1分之M 即负M 负7等于负M M就等于7 再来看两根的G 两根的G是A分之C A是1 C是N 带进去就是1分之N 即N N就等于12 所以M等于7 N等于12 搞定 看来 只要知道了两根的合与G 方程的系数就能求出来 可如果系数也不知道 两根的合与G也不知道 那该咋办呢 比如这道题 方程X方加11-M乘X 加M等于0的两根是X1和X2 又知道X1加X2加X1乘X2等于1 让求M是多少 这可咋求啊 先把能求的求出来吧 X1加X2是负A分之B A是1 B是11-M 带进去就是负1分之11-M 即M-11 两根的G是A分之C A是1 C是M 带进去就是1分之M 及M 题目中说 X1加X2加X1乘X2等于1 那M-11加M就等于1 哎 现在不就能求出M了吗 算一算 2M就等于1加11得12 M就等于6 搞定 看来 只要给了你两根合与G的关系 你就能根据他俩与系数的关系 列个含参数的方程 接着就可以把参数求出来了 以上就是跟与系数关系的主要内容 一起来总结一下 只要给出了系数 就能求根的合与基 反过来 知道了根的合与基 也照样能求系数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赶紧刷题去吧 赶紧刷题去吧 赶紧刷题去吧